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客户很重要 我一定要亲自接待啊 看来今天晚上要请她吃饭了 养朗院那边 你就先帮我去 放心吧 交给我吧 领导 来来来 您请坐 我找人给您泡茶 血压还是有点高 再注意一下 谢谢啊 不客气 叔啊 您心情愉快了 血压自然就正常了 您看 林娇阳可真是孝顺的 给您买了多少的进口水果 咬一口嘎巴脆 果汁特多 彭老师牙口不好 我们每次送的饭菜 都得给它炖烂了才行 对对对 有道理 叔啊 那咱就吃那个不用费牙口的 咱就吃蛋糕 剁好了蛋糕 你看 全都是外国字 俗话说得好 咬一口 甜在心 彭老师他有糖尿病 每天都吃酱糖药 这不能吃糖 他人媳妇不知道啊 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叔啊 估计娇阳可能是忘了 这做儿女的 连这事也能忘记啊 我说大姐 你这可是真逗 那个 叔 这样子 我呢去给您买一个无糖的蛋糕 你怎么来了 彭叔叔 今天是您的生日 祝您生日快乐 您看 彭总本来是要亲自来的 结果连出门的时候被客人给拦住了 这就派我给您送生日礼物来了 您看这蛋糕 彭总特意吩咐给您买个无糖的蛋糕 还是新型的呢 祝您生日快乐 也代表他的一片孝心 无糖的 对 难得我儿子还记得我血糖高 记得清楚着呢 您看这个 彭总让我给您买的榨汁鸡 以后您吃水果可就方便了 你可真孝顺 都替公公招想好了 他 不是 不是 不是什么呀 是不气 你看这个 这个是彭总特意给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你看 您喜欢吗 这么快就表好了 那是 是彭总让我去表的 这家画社可出名了 他们还表过起功的字画呢 表画的人说了 像您这么好的字 可是有日子没见着过了 真精致 哎哟 彭老师 您这回说话可清楚多了 孩子孝顺 心里高兴 我们也为您高兴 您看您这未来的儿媳妇多孝顺呀 可比那个前妻强多了 笑什么笑啊 怎么还前妻呢 喂 大龙啊 喂 林娇阳 你事办完没有啊 你怎么还不过来 我这儿刚刚忙完 蛋糕和水果收到了没有啊 我现在马上来 你赶紧过来吧 不是 你说你送的这件什么礼物啊 一样都用不上 让你过来你不过来 沈哥来了 该你做的她全做了 你没想到的她可全想到了 就连护士都夸她呢 这个小媳妇好 比前妻强 我现在不去养老院了 我要去找彭飞算账 喂 喂 这该来的不该来啊 该来的不来 不快去了又去了 坏事儿 我这张破团又惹祸了 真的是谢谢池主任 你这项目 来亲自跟我聊这件事 我外甥孙坚说了 自己家人踏实 说得实在太好了 来 这样吧 我呢带您去看一看 我们其他的业务 让您对我们的合作有信心 今天晚上呢 我把孙坚叫过来 我们好好地吃一顿饭 你也太客气了 都是自家人嘛 对了 我们县里欢迎你们 尽快到岛上参观考察 好 那就这样吧 我们现在就去 好 来 请 彭叔叔 您慢慢吃 我下次再来看您 您保重身体啊 回见 你嘴怎么这么甜啊 你抹了蜜了 大墨 快坐 你也吃 叔啊 我闯祸了 我得去救火 救火 我今天来 只想跟你说 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沈哥去爸爸那儿 你这样做到底什么意思啊 客户突然上门 我要亲自接待 我叫沈哥代替我去看我爸 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觉得他处心积虑 他做事应该有分寸 千万不要越见了 做些我该做的事情 又怎么了 家里我也回去了 儿子我也接了 我爸那边我也派人去跟他聊天 去问候他 男人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还有什么更完美的方法 你告诉我啊 好 那我问你 在养老院 那些医生和护工 当他是你爸爸的儿媳妇 我是什么 我竟然是你的前妻 你有没有搞错啊 原来已经成为事实了 原来你是故意的 你这么做是强行形成事实 做成对我不利的政贡 形成这样的局面 是比我主动离开 让大家认为是我的错 这个是你的阴谋 对吧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阴谋 什么诡计 你自己不去看老人家 就怪别人有孝心 快递一些东西谁不会啊 现在还怪我找人去看我爸 沈哥是故意的 我听人说 他巴不得 去服侍你爸爸 他这样来讨好你 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做得比你好 他做事情比你细心 日久见人心 他的心思比你多很多 他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员工 跟王大龙有什么区别吗 他做了很小的事情 你就把他放到无限大 我跟你生活这么久 我做了这么多 你却视若无睹 谁才是你的老婆 我才是你的老婆 对 你是我老婆 但是你是个 不会做老婆的人 起码他知道 在适当的时候 拿杯茶出来 在不适当的时候 自己回房 他这样做 根本就是故意的 他在讨好你 居心不良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真的很忙 我还有很多客户 需要接待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跟你走这个过程 我现在跟你 直接结案陈词 他作为我的助理 他绝对称职 而作为老婆 作为媳妇 你不称职 你 让开让开让开 都看什么热闹呢 又不是第一次 我告诉你们 黄脸婆个个都有抑郁症 他们越闹老公走得越远 让他们打去吧 只当现在是广告时间 该干嘛都干嘛去吧 散了吧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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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千万别动手 我的妈 你们俩能这么好好聊我就放心了 那个我来呢 是给你们赔礼道歉来的 你说我这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耳朵里真是塞驴毛了 人家那个洋乐院的护士说啊 说林娇阳是贤妻 我愣给听成前妻了你看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想误会啊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大龙 你根本没必要道歉 我还得感谢你呢 你及时把所有的状况 都告诉了我 什么 帮大龙 你做他的卧底向他汇报 我干嘛向他汇报啊 他是你媳妇 我来给他提个醒 林娇阳 你要想做个好儿媳妇 你就别让别人抢了风头 你就得表现得更好点 原来你跟他串通一气 难怪沈哥一走 他什么都知道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都怪我 我做得不好 要不然你骂我两句 要不然你抽我一顿 不抽是吧 不抽那我再说两句 蓬菲 今天可是你爸爸过生日啊 你说你这一个做儿子的 一个做儿媳妇的 你们也没说给老人过个生日 不求你把老人接回家 给他好好过个生日 你起码应该在养老院去看看吧 大龙 人家可是亲生儿子 他都不去 我这个做媳妇的 我去什么劲呢 你说 你看我都忙成什么样了 我还有很多客户要接待 马上还有个饭局 你说我怎么去 没错 借口 全部都是借口 推脱的理由 你说我没有把你爸爸放在心上 那你有吗 你有放在心上吗 那个是你爸爸 不是我爸爸 那你有没有 现在是我不像 这样行了吧 那 林娇阳 从今往后 我不要求你去看我爸 你也不要阻止我派人去 好啊 可以 我可以不阻碍你派人去 但只有一个人 沈哥他绝对不能去 我怎么孝顺我爸 这个问题不用你管 你一副女强人的样子 我想任何一个男人 都受不了你 你不孝顺我父母 就是不尊重我 我找回自己的尊严 你没有权利指挥我 我从来没有说要指挥谁 好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做你才满意 你说呀 你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到 你说不出来是吧 大龙 大龙 你帮我评评理 人呢 你们都忙 我闲 我去给老人过生日 你们真是太孙子了 喂 国航梦 我想订两张去烟台的机票 对 一张是彭飞 一张是沈哥 这要两个人的机票 好啊 身份证您挺好了啊 110196 乐乐在上辅导班 你大龙的瞬间 都不回来吃了吗 最近那儿就从县城来了 说要谈个什么大项目 开发海岛的大项目 那他算是在加班 大龙呢 也在加班 大龙就打了个电话 说什么老板 让他陪他爸爸吃饭 你说这算什么工作呀 中点工 这不整个一全职保姆吗 那也太辛苦了 他除了陪收获 还得陪吃饭呢 就差陪睡觉了 这不三赔吗 来 问你说姐 姐夫这样下去啊 不行 你见过姐夫这年钱 真窝呢 妈 什么是三赔呀 这孩子 你接什么话呀 这话是你接的吗 你懂什么呀 你懂什么呀 你胡说八道 当着孩子 你吃你饭 吃饭 宝贝 来 好嘞 倘若不休器中器 诚苦因病将命请我 叔儿 我来了 大龙 你 你 你 怎么 又 又来了 您真得把我急死了 叔儿 我当然得来了 今天呢 可是您的生日 我得给您 好好过个生日 您瞅瞅 看门都不让我带进来 所以我才藏起来 今儿啊 咱是无酒不息 来来 坐坐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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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忙 不忙 我就是再忙了 我也得把这些事放下来 叔儿 我看出来了 虽说呢 您今天呢收了俩蛋糕 可我一直觉得您这脸啊 一直在吊着 您心里都堵得慌 没关系 其实啊 咱们喝点这个激情燃烧的小酒 您就尽情地指点江山 飞扬文字吧 大龙 你 你 比 比我儿子 还 还小顺 您说这话我爱听 那行 您哪就把我当成您的亲儿子 咱俩啊 就是好好的喝两口 得劲吧 好 没想到我 我七十三岁生日 跟 跟你在一块儿过 都说七十三八 八十四 也 也忘不就自己去 呸呸呸呸 叔啊 这我就得说您两句了 简直是胡思乱想 有我这代理儿子在呢 您得且活呢 别说七十三八十四 您就是活到一百零四 那也保不齐呢 您也没事呢 经常练上这个叫什么 不弃哥 您得使劲活 到时候彭孝长大了 还得孝敬您呢 来 同叔 刚才那下不算 叔啊 祝您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谢谢 来这儿 祝您 有你做后盾呢 西瓜林请慢走 我马上就去海岛上考察 那 机票我都订好了 哦 欢迎 欢迎 希望我们能尽快地合作 好 好 彭总啊 关于开发海岛呢 有我搭桥 咱们肯定会一路走向成功 嗯 那我们就提前欠诅一下 这一切都顺利 嗯 走走走 我们唱歌去 好 走 走走走走 林律师啊 我真的很荣幸 有你这么个有为了的律师 替我辩护 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呀 我对打赢这场官司呀 更加有信心了 呦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啊 今天确实喝多了 嗯 有点失态 我 我找了代驾 您放心好了 哦 咱们明天开庭 就按照今天这么说的 一定没问题的 那真的太好了 那咱们就明天法院见 好啊 再见 谢谢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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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等会了 иivos garbage 呀 oui crane 你是 谁 engine 跟我说на 将军 来 来 来 喝 叔 您这酒量真是行啊 千杯不醉啊 喂 你别喝了 叔 我没说您 好 我马上过来 有事啊 叔 我还真有点事 那个 行了 我看您呢 今儿也喝了三两二了 您也别再喝了 别到明天血液又高了 那个 那个晚上我就先过去 明儿呢 我还来 咱们呢 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开始说绕口令好不好 叔啊 那我可就走了 您刚才也说了 把我当成亲儿子 以后只要你想我了 一个电话 不 您不用打电话 我能感觉到 我一准来见您 您呢 千万别喝了 早点休息 明儿见 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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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上本生日 我 我 都失败了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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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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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喝了 给我喝 你喝什么喝 你都喝成这样了 你还喝 大龙 我心里很难受 蓬菲今天她跟沈哥太过分了 她太嚣张了 沈哥竟然当着我的面 说要跟蓬菲出差 你没看到她那个得意见 她是谁啊 她就不过是一个助理 她现在都气到我脖子上去了 你别再喝了 我跟你说 沈哥她就是一个沈三姐姐 不用不着跟她一般解释 她主要看见你跟蓬菲关机不好 她这小苍蝇才钉你这有缝的蛋呢 这个鸡蛋就算有缝 也不是我弄脸的 蓬菲她现在一口咬定 我不孝顺她吧 是不是男人离婚 你们男人离婚都要使这样的招啊 我们男人离婚 你是个女强人 你有时间管家里头吗 你管过蓬孝 管过老爷子吗 没有吧 还有就是你这个人喜欢太较真 对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 人心都是肉掌的 如果说你把时间抽出一点 对老人家好点 蓬菲她爸自然都到你身边了 那蓬菲不就回家了吗 蓬菲她现在对我这样 我还有什么动力对她爸爸好啊 你也当然得有动力了 我现在正要跟你说这个动力的事呢 咱远都不说 咱就说我老婆高采云同志 她就是个好榜样 当年我妈得了癌症 一住一愿就是好几个月 我老婆高采云就在床头 一直伺候着她 把尸把尿翻身擦背着 一句怨言都没有 她又不是亲闺女 她只不过是个儿媳妇 俗话说得好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儿媳妇呢 可是你看人高师傅 做得到位吧 我妈最后是笑着走 所以到现在啊 我都念着高采云这点好 所以我才怕她 她怎么打我 怎么骂我 我都乐意 是不是 高师傅真的高 那是呀 她姓高嘛 你就得把蓬菲她爸 当成自己亲爹那么去伺候 我不是不想这么做 可是我怎么 每回看见她爸 都觉得她爸爸怪怪的 我愿意跟她多说一句话 你看这就是你自身的问题 你觉得她爸怪怪 我还觉得你怪怪的 所以你得赶紧改变自己的想法 你们家婆婆没有 你是庞家唯一的女人 你得管着老少三代男人 你得做成一个真正的女主人 只有这样 你们家才能水泼不进 那我这个女主人 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 凭智慧跟小三PK 什么 你让我去找那个沈哥 跟他PK 他谁呀 凭什么呀 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你不要小看小三 我告诉你 这沈三姐都会把你的阵地攻陷了 你得守住阵地 你看啊 他可以给老人家买个什么炸汁鸡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买个小礼物呢 温暖一下老人的心呢 哪怕你买个什么牙毛衫 或者说你买个刮骨刀都行了 对呀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呢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对 我明天就去给他爸爸买个羊绒衫 还他爸 对对对 我给我爸 讨厌 现在你还跟我拼 行了行了 我这不是想逗你开心一下吗 说定了 明天呢 我陪你亲自去个老人家买羊绒衫 好不好 你说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明天陪我 对 来 你怎么又喝了都说不了 服务员来杯白水 就喝一口 喝什么喝也 你给我 这只需你喝 味儿还不错 服务员白水 喂 姐 彩霞 你睡了吗 你帮我分析分析 为什么我给你姐夫打电话 她老不接呀 什么 姐夫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这么晚她能在外面干什么呀 她老板的父亲一老头子 用得着陪这么长时间吗 我就说呀 你说陪人吃个饭就吃个饭呗 你为什么关手机呀 我跟你说最近她总是早出晚回的 根本就不见人影儿 我偷偷翻她电话来着 全是她跟林娇阳通的电话 完了姐 她现在肯定跟林娇阳在一起 这男人要想干点坏事 要不不接电话 要不就关机 不过要找到她 也有办法 给林娇阳打电话 他们俩现在肯定在一起 到时候 你看姐夫怎么说 嗯 好 那我行 那我给她打 林娇阳的电话 我跟你说彭彬啊 她去逃倔驴 她不愿认输 哎 你好 那个我是王大龙的爱人 我想问问 王大龙是跟你在一起吗 我找他有点事 王大龙啊 在 在 你稍等啊 月驴啊 我都不信得接 你老婆 喂 王大龙 你干嘛呢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呀 手机关机 你天天陪她在一起吃饭还不行 还陪人聊天 你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马上回家啊 你要不回家 我搜遍全城都把你搜回来 你再回家你别回来了 永远别回来 以后没事别给我打电话啊 女人嘛不能老惯的 该收拾的就得收拾 你看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吧 不麻烦吧 又和你别晃来呢 那个 赵阳啊 你回去跟彭飞啊 好好聊天 千万别再吵架了 主要是你得付出于实际行动 大龙 我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晚上 你开导了我半天 你真的是我第一执行好闺蜜 你这第一执行好朋友还差不多 这小闺蜜可不敢当 说得我跟娘妈似的 那我真走了 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跟高师傅 这样吵吵闹闹 才是亲命无间的小夫妻嘛 是 不是 你这样行吗 要不然我给你交辆出租车吧 不用不用 我会找代价 你放心好了 那你 行 我回家给你发信息 让你放心啊 你别给我发信息啊 对对对 对不起啊 那我走了 别再喝酒了 好 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这样呢 好 喂 蔡霞 你说得对 她是跟林娇阳在一块呢 我告诉你 从明天开始 我天天跟着她 我就不让她跟林娇阳 在一块待着 没好事 你们两口子真是绝配 买东西都这么贵 谁都不输给谁 那是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当然要拿下 买贵的才能体现 我们对老人的孝心嘛 对对对 这儿的东西太贵了 大龙你看 这料子多好啊 还真是软啊 就是啊 一分钱一分货 是是是 赶紧挂上吧 怎么了 两千五呢 赶紧挂上 还好啦 买给公公嘛 当然要好的 你看看 这两件 哪个颜色好啊 这个好 年轻 而且还难脏 是吗 我看看 你公公现在穿的 就这个颜色 给她换个颜色 换个心情吧 你说的有道理 你说的有道理 行 好啊 杨人山都买了 我说真的了 买 你不是钱多吗 从里到外 一年四季的都买上 你们真舍得花钱啊 来来来 我来拿着吧 我拿着吧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拿着 怎么了 还扶着过马路 跟在屁股后面 跟个喀巴狗一样 吃软饭那个剑样 你等着 等我回去的 我怎么收拾你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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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老师 您在这儿坐很久了 我扶您上楼休息吧 这时间久了会着凉的 再等等 大龙天天来 还没来 都 都 这时候了 还没来 是不是 出什么事了 彭老师啊 这王大龙啊 可真孝顺 他天天来陪您说话 所以您才会好得这么快 是 大龙 比 比我亲儿子 强 大爷 大龙 哎 爸 大爷 爸 爸 你看 我今天特意来看你了 彭肖他妈 你好 好长时间没来了 是 彭飞让你来的 爸 你怎么这么说呢 难道只有彭飞让我来 我才能来呀 我今天 我今天啊 特意给你送生日礼物过来的 你看 你看 这个啊 是软黄金的羊肉衫 我昨天因为工作关系临时走不开 你看 彭老师 您真有福气呀 都是好媳妇 这昨天小的刚走 今天大的就来了 都抢着孝顺您呢 说什么呢 什么大小媳妇 没错 赵博士 我得说您两句啊 你什么都好 这人就是喜欢八卦 你可看清楚了 他可是彭老师的正牌儿媳妇 成 你是儿子 他是儿媳妇 我们都记着脸呢 瞧你这话怎么说的 我成了儿子 他成了儿媳妇了 我们又不是一家人 行行行 您先忙吧 这儿有我呢 赵阳 快给老人家试试呀 好 爸 来 我扶您起来试试 对对对 大爷 您还不知道呢 赵阳为了买衣服啊 他是真扯得花钱呢 您说 这只衣服多少钱吗 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爸爸喜欢 你就明说 这只衣服多少钱吧 两千多 听听 两千多块钱呢 你看多合适啊 好看 跟阿兰德龙一样一样的 爸 一年一次嘛 当然是要买最好的了 对对对 你应该给老人家 再买个礼帽 再弄一个黑斗 最好再弄个面杖 那您就是 行了 你还贫呢 你看 我爸穿着就是不一样 多帅呀 你喜欢吗 太贵了 这一分价钱一分货 您就别说这衣穿呢 您还真要像那个 咯哩咕哩什么客人 吃吧 咯哩咯咯咪嗽 这원咯咯咯咯咯咯咯 ت顺了 那么 punk 重量的 杂比尽 你 implied 那里 一 嫂子 你真的打算让大龙哥来我这儿干啊 那可不怎么的 我特想让他来他回家老念叨 说你对他可好了还想聘他 给他高工资 对 我爹里有不少客人愿意吃大龙哥包的包子 要不这样吧 我在后厨腾出几个灶 专门让他包包子用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那我回去跟他商量 我让他来 谢谢你啊 谢谢 没事 嫂子 真是太谢谢你了 嫂子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等我走了啊 什么 你让我去郭小纳那儿包包子 你都怎么想的呀 人家一个日本料理店 你让我去卖韭菜馅包子 你这不是添乱吗 卖包子都比当包母强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不叫保母 这叫心灵陪护 我还不是吹啊 我这份工作 他就是教授他也干不好 干这份工作 不但需要智商 还需要情商 别给自己磨蜜了 添金子了 你还智商情商的 照顾他父亲 那照顾他什么时候啊 照顾他死啊 瞧你这话说的 我暂时性的工作 等他爸爸病好了 彭飞自然会安排我了 犯傻了你 照顾他爸爸的事 应该是他照顾 怎么是你呀 我不管 傻就傻 给彭飞进击 这是我发小应该干的 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很复杂吗 就这么简单吗 很复杂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不是就为了去见林娇阳吗 见林娇阳方便吗 你真是雷死我算了 别回避了你啊 好看的节目了 来来来来 等着 别回避问题 不是就为了每天 陪人逛逛商店 陪人半夜聊聊天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后脑勺长着眼睛 我都盯着你呢 保持身材 你后脑勺都长着眼睛 妈呀 都不敢想 想的话是你的话 你想干什么呀 就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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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跟我说了吧 你到底 八月十五 我梦抬头 见天上心 星空 都得尘 他是渺渺茫茫 离了十里 出门天 清早起来 莲花镜子照 竖一个油头 桂花香 脸上擦的是桃花粉 口点的 约是松花粉 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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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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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快迟到了 得马上送你去学校 赶快吃吧 哎 我不吃了 来不及了 不要赶飞机 喂 你不是吧 真的听了沈哥的话 要去出差啊 这是我的业务 你不要管了 我怎么不要管了 究竟你是老板 还是他是老板呢 为什么这么听他的话 任他差遣呢 你又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冷静地对话呀 我怎么可能冷静 任何一个做老婆的 都无法冷静 彭飞 我要做的事 我都做了 我去看望你爸爸 送了礼物 你的儿子 我做好了早餐 然后送他去学校 你这件衣服也是我运的 你凭什么说走就走啊 我现在没有时间 回答你那么多的凭什么 我赶时间我要走了 喂 你会出差 我不会出差吗 彭大爷 这么说吧 如果我们家王大龙 要在这继续工作的话 那这人呢 就废了 废了 废了 彭大爷 其实说句真心话 你说大龙啊 不是跟彭飞 从小是同学吗 是不是就冲 他们俩这个关系 大龙也得在这儿 好好照顾您 就是不给钱 听不见哪 那我再大点声 就是不给钱 咱也得在这儿伺候您 知道吗 我耳朵不聋 能听见呀 能听见是不是 那行 那我小点声 喂 大龙 彭飞一大早 连早餐都不吃就出去了 跟沈哥去出差 说是去什么海岛开发开会 你告诉我 他们是睡一间房 还是两间房 你叫我做的 我全都做了 他一点都不领清不敢动 你的兄弟到底在想什么 您可不可以帮我找他聊一聊啊 要不怎么做 他才肯回头啊 我